不少人放假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来玩耍 来看到台中市的大理公园使用30多年 有不少器材早就已经是不堪使用了 建设局协助改善 新增了多功能高的溜滑梯组 以及另外也有议员争取设计活动舞台 未来将能作为当地办活动表演的好场地 公园内有了器材明显褪色老旧 甚至小朋友喜爱的罐头邮具早已不合规定 台中市政府推动美乐地计划 针对大理公园将进行改善 我们大理公园已经快40年了 那我想都算是老旧了 但是人口一直增加 而且运动的里面非常多 那现在目前有一直在改变 在这个工程里面 我们除了做整个游具的改善以外 包含整个游戏区 甚至体健区的整个地平都要做顺平 然后做整个无障碍通行使用 走进大理公园宽广无际 但旧有的器材多已不堪使用 建设局下午办理施工前说明会 预计移除罐头邮具 整合体建设施 重新配置场域空间 并增设少见的多功能高滑梯组 包含攀爬、滑杆等设计 搭配共荣式鞦韆 营造友善的无障碍修气环境 另外施议员林毕秀也争取在公园内设置舞台 采用洗石子材质尾端富有栏杆 未来民众不但能拥有活动 表演场地也能确保安全 大力公园改善工程总金费约310万元 预计12月31号开工 112年1月完工 届时将能提升公园品质 打造友善的亲子共荣环境